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Bilibara Devotion 今天繼續看啟示錄 今天講到第五章 同樣是一個天上敬拜的延續 第五章一開始看到 圖畫有點不同了 究竟寶座的 不是單單坐在這裡 約翰發現右手有個書卷 裏外都寫著紙 特別的地方就是用七印研封住 今天你看到我的圖畫 就是講Me2You在這裡寫信 你看到有個信封 那七個印其實就好像 以前信封的膠紙貼 但是有一點不同的 如果你看過一些古代的片 尤其是西片 那他通常那些 信件 就是 有個 比較羊皮的東西封住 然後 為了別人不去看 也要確認別人不去看的話 那他通常就有些納的塗在上面 然後就蓋過漿 假如任何人撕開他的時候 其實其他人就很容易來發現到的 那樣呢 例如你看這個尼希米記的時候 其中一段就是 有人就給封信尼希米 那封信是開了 印打開了 那這裏 啟示屋就講到 這封信 裏外都寫著字 但是呢 就用七個印 而不封住 那就是說呢 這封是一封很重要很重要的 一封文件 不然你都不會用七個印 明確你不會意外掉了 那而且呢 是 逢是有封印的一些信 就除了是那個收信人之外 而那個收信人當然是有份量的人 其他人呢 就不可以打開的 就算你有 即是你打開有多難 就是揭開他而已 但是呢 如果你揭開了 就可能會死呀 或者遇到些什麼 懲罰呀 這樣 那這裏正正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於是呢 用第二個圖畫 就看到有個大力的天使大聲地去講 有誰配去開這卷書呢 揭開這個七印呢 這樣呢 盡帶一提 就是這裏呢 其實已經喊到保安里人 寄寄不是耶穌基督 而是耶穌基督 因為下文就說到 是另一個人去開那個七印的 然後呢 他繼續問 在天上地下 沒有人能夠配展開觀看這個書卷 有些搞笑的 因為這卷書內也寫著字 基本上你是否不用打開七印呢? 其實是可以看到一點的 Anyway 這個不是重點 但若翰聽到沒有人配開那個書卷的時候 他就來哭了 哭到收不到聲 其實封信有什麼重要? 為什麼沒有人開到就來哭到收不到聲呢? 我們要記得第四章第一節 神的使者就邀請若翰上去天上參加這個敬拜 而重點就是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 所以下意識上若翰應該是相信那個書卷是講到一些必要快成的事 同時間你如果看啟兆文學的時候 你會知道 無論是以西傑書看到的議像的時候 神照叫他吃下書卷 去宣告一些必要快成的事 以至到一些跟從主的人懂得怎樣去面對一個迫迫困難 或者是究竟什麼時候得勝等各方面 盼望位在哪裏 又或者在彈以利書的時候 他沒有收到一個書卷 但是天使都會告訴他將來發生的事 以至到他懂得怎樣忍耐堅持 但是假如沒有人能夠配書卷的時候 甚至乎這裏形容是一個大力的天使 就算封印怎樣嚴封都好 這大力天使應該都會有能力來揭開 但是他就算有能力都好 都不配去展開 當約翰是一生堅守神的使命 去追隨神 甚至乎他被放逐到一個荒島當中 原來他盜錄一世 最後都不知道為了什麼 又或者最後都不知道結局是什麼 以至到他到這一刻就絕望了 來哭 就在這個時候 有個長老來安慰他 叫他不要哭 我相信有拍他肩膀 如果不是那些人通常哭的時候 呼天搶地 包著頭不理人 然後他就說 你看看 哪個由大支派的獅子 大衛的根 他已經得勝 能夠展開書卷 揭開七印 我相信約翰真的在低頭 所以他看不到任何東西 於是 約翰就嘗試擦乾眼淚 又看見 在寶藏四末物中間突然多了一件事 就是有高陽暫立 似乎是被殺的 而他有七角和七眼 即是有能力去騙拆全地 就是神的七靈 之前也說過七靈 就是那個七眼燈 然後奉差遣往普天下 這個高陽 約翰就看到 高陽前來 就從寶座 即是和臣 右手就拿了那個書卷 這個高陽 配不配拿到這個七印呢 這個高陽 既然是被殺過 而又可以騙拆全地各方面 能力拳兵似乎在他 甚至乎他的能力是大過這個大力的天使 那他絕對應該是講耶穌基督 也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 這個長老 就跟他說 是一隻猶大的獅子 但當約翰抬頭見到的時候 就是一個被殺的高陽 那獅子可能會令我們聯想起剛剛第四章講到的 那個四活物的頭一隻活物 那如果我們知道的話 獅子也是代表猶大 那獅子是地上最威猛的野獸 沒有人能夠制服到 它是萬獸之王 如果我們看針賢講 好 但高陽就是那些純魚高陽 弱雞那種感覺 而且是被殺的 兩樣東西似乎是互相矛盾 但這個同樣是形容耶穌基督 一個是講耶穌基督有能力 祂以得勝 一個是講耶穌基督 祂受苦 祂看賊全世界 而祂在神的手中拿了書卷 那這個是令我自己都去對神有一個比較平衡的形式 一個是講耶穌充滿能力 祂復活 祂戰勝死亡 祂戰勝罪惡 同一時間 祂講到耶穌好似我們 甚至乎比我們更加受苦 然後他拿了書卷 還沒打開 記住 之後他才打開 那他拿了書卷之後 四活物 就和二十四位長老 俯伏在高陽面前 正如他們 俯伏在座寶座的那裏 國拿著琴 又勝了香的金爐 這個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 那這裏 之前都講七教會 七登台的時候都提過 那若翰當有一些舊約的一些terms 他希望信徒來去明白多些他自己注入的解釋的時候 他就會來去解釋 那這裏 是其中一個例子 他就講到這些香就是聖徒的祈禱 那之後我們都會見到 若翰都有重提到一個香 那那裏我們就會明白 原來是講祈禱 那他們拿著信徒的祈禱 拿著音樂 自然就是唱歌 那他們唱什麼歌呢 他說這首是一首新歌來的 你是配拿書卷 配揭開七印的 為什麼呢 有原因的 他就說因為你曾經被殺 用自己的血從國族 國方 國民 各國中買了人來 叫他們都歸於神 這就是他配拿書卷 配來揭開七印的原因 那那份救贖 犧牲 那份的愛 同時間是叫所有人去歸於神 然後又叫他們成為國民 不單是救了他,即是救生員也會救人,但他不會叫人歸於神 這樣他就做國民,甚至做祭司,然後重複一句歸於神 在地上執掌王權,這個應該是高揚自己 就未必是講那些信徒,因為他執掌王權的治理是國民 然後他就說,他又聽見,而且又聽見,這個寶座和活物 還有長老周圍很多先士,他們的數目就有千千萬萬 他們一起大聲地說,曾被殺的高揚,佩德,權並,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和眾贊 然後他就聽見,天上,地上,地下,滄海,天下一切,所有的壽族之物 就是那些,沒有人能配,但都是神所做的 都說,願尊貴,重贊尊貴,榮耀權勢,都虧給助寶座,即同高揚,直到永遠遠 這個我們暫時都會碰一下 然後四活物就是阿門,然後中長老亦都虎伏敬拜 如果我們記得第四章的時候,同樣出現過類似的場景 就是四活物去聖哉聖哉聖哉的時候 那些長老就來虎伏敬拜,同時間讚美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 那麽現在呢,這裏是由所有千千萬萬的人 就是那些,包括那些被神所救贖,被羔羊所救贖的人 他們首先來發出個讚美,而天上的四活物和天上的長老 是去和應,做一個和應的角色 那麽所以這個天上的敬拜,是始於四活物神的座駕 而跟著之後亦都是忠於他們的 他們首先開始來讚頌那個創造天地萬物的 完之後呢,約翰見到神的羔羊 最後就是那些被殺的人得到拯救那些人 就來讚頌那個被殺的羔羊 最後就是四活物來和應 那這個就完成了第一部分的天上敬拜 到現在都未打開了那個書卷 那我自己看這段經文的時候,其中一個很大的提醒就是 那我們看不看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哪一個呢? 他有多偉大,他有多充滿著能力和慈愛呢? 那我們又看不看到我們的身份 他呼召我們成為一個神的子民,是做祭司的? 於是到我們無時無刻都能夠去歌頌讚美他 一切的權並豐富智慧能力 那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提醒來的 無論去到哪裏,我們看到我們不需要絕望 因為主耶穌是那個已經得勝了的主 他亦都是那個在我們之前已經去犧牲 而且最後是得勝的主 那我們又何況繼續追求他 哪怕遇到困難,遇到迫伯呢? 那下一次我們就會開始揭開那七個人 看看我們看不看到那本書究竟說什麼 那多謝大家收聽這個Biliba,拜寶寶